说起什么摇滚金句,或者改良金句,或者改革金句,或者是变化金句,什么新的金句,没有人,因为名字可以说服得到,我先说一说,如果你是老姓,你应该知道,从徽班进京以后,几百年来,这金句它不是一个句种所完成的,它里面有烙子,有吹枪,有帮子,有昆曲,昆曲里面的一个折子,甚至还有一个曲教。 可以说,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曲种,所以摇滚乐何所归之,可是摇滚乐的未来是什么,可能在金句,摇滚乐是什么未来,对不对,你在海纳百山去看谁比较比较,对不对,我比较比较比较的时候,你就来靠我了。 你意思是说,什么时候摇滚跟金句一结合,什么时候摇滚和金句一结合,什么时候摇滚和金句还不见得只跟摇滚结合。 他也许他下一次就跟摇滚,或者就跟饒舌,跟这个很多新的表现。 我们一直在强调,海纳百山的意思并不是说,我们已经在市场上变得多么强大,而是我们在艺术表现形式上,如果有一个比较充分,比较丰富,或者比较多变化,与时俱进的考量,那我们就是海纳。 谢谢。 接受您的观念,我可以接受。 可不可以再问第二个问题。 哎呀,今天这种饭像是怎么回事啊? 我感觉有点日本味。 我的意思是说,这个服装的设计是怎么来源,我想知道一下。 那又是黑色加黄色,是怎么来源? 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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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这个大叔老师讲了,这是,所以我们算是一个,一群男人,我们讲现在来讲,黑道的故事,黑帮的故事,黑金的故事,好烂。 那么,所以他们全部都以黑色为品,然后身体上面刺的都是金,不管他刺的是花,还是。 他配在外面,还是一个眼神,对。 那么,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找到,绝对,他们的造型。 那在同这个造型里面去把它,时尚化,现代化,然后,跟整个的这个戏的,滑剑的摇滚的,这个节奏都结合。 然后,甚至于也可以,你看他的后地也穿进去了,他的甩靶也放进去了,有的,儒俊毅把这胡子也放进去了。 那个还是局部的金句的道具元素。 所以我觉得,本来在服装上也是一样的,现在歌仔戏也好,客家戏也好,什么戏都去跟金句学。 其实,我们猛一看,他还没有张嘴的时候,其实已经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哪个地方戏了。 所以,在这点上面来看,其实,传统系基本上没有跟时代做结合。 我们试图的在把这个系,来跟这个时代做结合的时候,我们找到一些,本来水谷里面的精神跟元素。 然后,怎么去,在他的色彩跟服装上面,甚至于空间的造型上面,去做结合。 我想分享一下,绝老师,其实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,十几岁的时候,快二十岁的时候, 我看过周正隆老师,那时候民国初年,他们唱戏的方式是,呃,那个唱戏的时候是穿西装的。 他们是连黄包车都上舞台的。 然后,有一些那个老生是拉着小提琴唱戏的。 所以,他们在民国初年早期的时候,就已经是跨界了。 只不过是说,后来,就没有再继续创造了。 所以,我觉得这一代,我们在想说,怎么吸引下一代, 或者是在发扬到下一代的这个观众可以走进去唱。 我觉得那个跨界,跨文化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想要请那个华健也发表一下他自己的想法。 没有,同样的道理了。 刚刚说摇滚也进来了。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什么要把它加进来怎么样。 我这是一个自然的演变。 那我刚看了一个衣服,我直觉就是一个亚洲文化。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,整个地球来说,有几个主流啊。 衣服我也不懂了。 反正就是西方的文化,欧洲的文化。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,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演变。 那也是自然的结合。 我直觉是这样子。 当然这个服装华丽在舞台上其实是很重要的。 我后来演唱我也开始改善了。 过去形成了一个经典,至少要有上百年以上,甚至好几百年。 我们才会对比如说某一种脸谱,或者是造型,或者是服装,有一种制式的印象。 而这个印象,比如说轻衣吧。 我们都说轻衣,轻衣是蓝色的。 事上轻衣穿了一身黑的。 那个轻就代表了黑色。 而轻衣穿黑衣的女人,用那个韵白的方式讲话, 而唱出那样的曲调,那我们就称这个行当叫轻衣。 这个固定化也一百年以上。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,固化一个艺术表现形式, 而且让它产生对后世的强大影响, 而且观众还会说不能再变,不能改变,轻衣就是这样。 那就表示它被经典化或被正典化。 英文叫做canon,这是一个作用。 可是我们今天可能在面临改变,或者是面临改革, 或者是希望带来一些新的元素。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,只要让一首一句, 等它一百年固化以后,我们再慢慢地把它散开。 事实上我们现在要改进。 我们必须第一步就跨出去。 而且这个跨出去的时候还得琢磨,懂不懂。 比如说,大家可以看鲁智森的造型。 在精细里面,鲁智森的脸是白底,是黑的勾纭。 但是在我们现场,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鲁智森。 它是自然的脸色,加上了一点白跟黑的变化。 它没有把它,也就是说它的脸, 作为一个本素樸的肉脸出来。 设计者,或者说演员自己设计的多少组,我们不知道。 但是它毕竟不是原先的这个剧里面的人。 光用这一张脸,我们就知道, 这个演员画的这个脸, 有可能是他希望更还原一点, 这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作者。 有些东西可能不是那么有意的, 有些东西可能是随机的, 有些东西可能是巧合或偶然的。 但是我想大家如果进剧场, 能够去看到的每一个角色, 听到的每一个唱腔, 都问医生说,哇,为什么会这样。 当问个三个五个,十个八个以后, 你就会习惯,而且融入这个剧, 甚至秘密会有所有的答案。